沙加緬度風暴研究了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人口變動數據以後發現 從2000年到2015年加州遷到外州的人口 多於從外州遷到裡面的人口 但是遷出和遷入的人口在收入上是有差距的 數據顯示低收入和沒有大學以上學位的人 搬離加州的比搬入的多 而高收入的人搬來加州的要多於離開的 事實上從2005年到2015年 有250萬名接近貧困縣收入的人從加州搬離 不過也有170萬個外州居民 收入與這些貧困者相當 但選擇搬到加州 兩者間的差距顯示這10年間 有約80萬名低收入者搬離加州 與此同時 高學歷高收入的人 潛入加州的競增人口則是2萬人 他們的收入有貧困縣的5倍高 三口之家的年收入約為10萬美元 加州的洛杉磯和舊金山縣在過去10年 一共減少了25萬名低收入人口 他們有的搬到附近的城市 有的乾脆搬離加州 因為他們的外州朋友說 外州的房租只有加州的一半 以來在這邊都會不及了一半 也會有很大的海豬 我們有一個海豬的洛杉磯 在這兩項上 然後就回來了 也可以有的地方 下一個人的洛杉磯 我們有個紅色的洛杉磯 下一個真相當中